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的消息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 昨天新增了40例本土确诊病例 2月11号零时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接受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9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9例 广东24例 福建14例 上海7例 四川5例 山东3例 辽宁2例 广西2例 天津1例 黑龙江1例 韩1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广东5例 四川4例 广西1例 本土病例40例 广西30例均在百色市 辽宁10例均在葫芦岛市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1例 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据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消息 2月11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例在青岛 分明为韩国输入1例 德国输入2例 作为疫情呢 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做好个人的防护 这根弦我们永远都不能松 千万记住